你怎麼看,接下來他們的傾向會是怎樣呢? 有些都說那點陣道顯示,去到年底 預期的利率中位數會去到3.4厘 意思就是要再加息1.65厘,就是剩下這四次的會議 我覺得這個是最低成,就是叫做下限的 加到3.4厘已經是最低的要求 有機會我覺得不止這個數字也相似 因為你要壓抑通脹,唯一的手段是缩表和加息 所以現在是為了民生福利,壓抑通脹而犧牲了經濟的發展 這是很明顯的,所以未來來說 我覺得美國那邊的經濟數據都不會好得去哪裏 你看到一些通脹,我覺得現在要壓抑通脹主要都是幾個手段 油價其實都升得這麼厲害 你見到運費其實一直都是水漲船高的 沒辦法,因為其實成本的上漲 導致一些的物流那些成本也是上漲的 而且油價你見到污蛾局勢都還未緩和,天然氣 雖然昨天的油漲跌了30% 但是仍然都是高企的 天然氣價格仍是一些比較高的一個位置 如果要壓抑通脹,一定要污蛾局勢 去有個緩和的跡象 所以我覺得短時間之外真的很難去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中長市要再倒數一下 再觀察一下美國那邊的經濟數據 才可以整體去看到 會不會那個通脹的壓力會舒服 但是看來我覺得 都維持不低高的一些水平都是會的 要去回5-6厘 他說去回2厘才是正常的水平 跟現在 相比之下,整個6厘多的一個相差是非常之遠的 去回2-3厘可能要明年 後年,明年都未必可以 所以你要慢慢 那個通脹舒緩都要一段長時間去見到 所以今年和明年那個 我覺得美國的經濟的情況都不會太樂觀 在說,一般的幾個手補,吻了數量也應該這樣 就是它 空間 這件事我們已經調節